大家好,我是令三者直辰,好高興見到大家 這個是e-ink weekly的時間 講理會帶大家回顧一下在過去一周 在e-ink世界裏面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希望大家喜歡 第一則消息 在未來Android14張每樣e-ink Android裝置有更適切的調整 重複過去的Android版本 對於使用e-ink屏幕的設備來說其實並不優好 因為e-ink屏幕需要更多的微調 來提升性能和延長電池壽命 Google從Android12L開始 已經優先考慮平板電腦的使用體驗 到Android14將會有一些進展 例如會改良後台的處理 從而減少裝置對電池的壓力 又會更加適切支援平板電腦和更高的DPI 以上種種的因素 將會很大機會驅使大多數使用電子子顯示器 並且運行Android的e-ink品牌 可能未來都會升級到Android14 以發揮更加的效能 代表用戶更加好的使用體驗 有留意開e-ink閱讀器的用家 我想都知道 其實一向各大品牌都不熱衷於 升級裝置的安卓版本 因為是廢力而不討好 但是e-ink發展到這個階段 如果能夠借著Google的東風 在Android14發佈之後 更加多的廠商願意提升它們的版本 去到14 從而能夠讓產品更加好用更加強大的話 我想大家將會拭目以待 第二則的e-ink新聞 e-ink這間公司被選為 2023年SP-Global 可持續性連鑒的獲獎產品之一 同時亦都被授予是SP-Global ESG 進行環境社會公共治理三方面 評分的最高等級10分 並被列為這個行業推動者 SP-Global是全球性的財經訊息 和分析提供商之一 這個連鑒是指在評估全球公司 在可持續性方面的表現 表彰各行各業之中 致力於可持續發展的優秀企業和組織 這個連鑒的應售性非常高 被認為是可持續性投資利益當中的權威指標之一 在這個連鑒當中獲得高分數 以及被評為行業推動者 是一項重要的榮譽 代表那間公司在環境、社會和治理方面的表現相當優秀 受到了市場和投資者的認可 e-ink是一家專門從事電子紙技術開發和應用的公司 這個電子紙技術的應用範圍相當廣泛 包括電子書、閱讀器、手機屏幕 智能手機、智能標籤等等 這間公司的電子紙技術具有多重優點 例如超低功耗、可讀性高 亦都可以彎曲等等 可以大大降低電子產品的能耗 以及廢氣物排放量 從而推動可持續發展 因此這個獲獎對e-ink這間公司來說 是一種很大的肯定 亦都表明了市場對於e-ink技術的高度認可和重視 讓我們來好好期待 e-ink公司在2023年會代表我們甚麼驚喜呢 我相信大家都很感受到 其實e-ink技術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其實是越來越常見 而原泰科技 即是新聞所說 e-ink這間公司 已經掌握了技術和生產的上游 這麼多年其實都和不同的廠商有結紋、有合作 亦都將影響力逐漸延伸到下游 成為了這個行業的巨毛霸 嗯,究竟對我們大眾來說 這個發展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會不會因為原泰科技缺乏了競爭者 而放緩了技術的導出和量產呢 而這一行未來會不會是有足以挑戰到 e-ink這種技術的競爭者呢 實際是讓人感到好奇 看來就要靠之後的時間來驗證了 經過了兩則e-ink新聞之後 第三則就會是一個概念產品的介紹 這個產品叫做Fusion 是我們最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e-ink新產品 它是一種結合硬件和軟件的概念 只在將活躍的參與 帶入你的電子代辦事項清單當中 而不需要回到不同指的領域 試圖保持你的代辦事項清單 完全是處於這個數字領域的前提之下 增加一些直接的物理參與 概念分為兩部份 第一部份是更加簡單更加直接的部份 就是一個e-ink顯示器 它的大小是如同一部比較寬敞的手機 顯示你的任務清單 它有趣的地方是可以磁性感吸在牆上 讓你可以以眼睛的高度查看你的代辦事項 電子之技術意味著屏幕即時開啟 亦都不會消耗你太多的電力 讓它能夠更加節能環保 然而真正讓Fusion這個產品脫穎而出的 是它附帶了一個撥盤 高大的圓頂型設備 為用戶提供了一個物理滾動列表的方式 讓行動更具有記憶力和特殊性 當你要標記任務為完成 你只需要按一下頂部 就像按大按鈕一樣 你就會獲得一個彩色光效的獎勵 每次勾選一個項目 顏色、圖案和強度都會改變 這種視覺提示不單止作為一種獎勵 更加是可以成為一種動力 讓你期待下一次究竟會得到甚麼的組合呢 而添加物理模擬的組件 可以創造出一種不同的體驗 而不單單是點擊一個虛擬框的選項 究竟這個這麼有趣的產品能不能夠正式面世呢 暫時尚未有具體消息 今天的最後一則消息 同樣是一個概念產品的介紹 我相信大家對汽車品牌BMW並不陌生 它推出了一款的概念車 可以讓你輕鬆地按一個按鈕 就能夠改變車的顏色 在上一年他們在消費電子展上推出了 iX-Pro的第一個版本 可以讓到車是由黑色變成白色 有一個這樣的轉換 而這個轉換靠的就是E-Ink的技術 在車的表面上 而更新了的iVisionD 希望我沒有讀錯 可以變成32種不同的顏色 並且每一個面板都能夠獨立控制 這樣人們就可以去選擇自己的圖案 而這種變化只需要幾秒鐘 所以是不需要提前計劃的 他們使用了一種顏色變化的技術 就是採用了一種 和E-Ink屏幕結合起來的一種物料 據BMW表示 這一種物料是相當薄 並且用激光材展成每一個面板的大小 當你通電去改變顏料裏面的電荷的時候 顏料就會交換為止 從而改變顏色 由於它只會在變化發生的時候才使用電力 所以是非常節能的 但不要高興得太早 BMW這個產品暫時只是它內部的研發產品的一個項目 遠遠未到量產階段 請大家耐心等待 同場家影 剛開季的F1方程式 其實麥嵐輪車也帶給E-Ink愛好者一些的驚喜 在他們2023年最新款的MCL60賽車裏面 它新增了兩個在駕駛員旁邊的數字顯示器 這個數字顯示器是一種新技術 類似電子紫的顯示器 意味著它們只需要消耗非常小的能量 但是允許團隊可以更新贊助商的標誌 今年麥嵐輪的主要贊助商之一就是Google Chrome 所以最近它們團隊分享的TikTok的視頻當中 可以見到顯示器在Chrome的標誌 和hashtag頸Chrome之間會有一個切換 嗯,如果它不是用E-Ink的技術 究竟它們是用甚麼技術的呢 真是讓人感到十分好奇 今集E-Ink Weekly的內容大約就到這裏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讚好這段影片 如果想輕輕鬆鬆了解E-Ink世界的最新消息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下個星期高等能夠見到你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到這裏了,拜拜